中老年人的一定要做 你可以另外的东西不锻炼 但是这个动作一定要锻炼 杨老师先跟大家演示一下 坐在凳子上 两个脚呢伸直 然后勾脚 这样都要用链 这样也要用链 这样也要用链 你也可以配合着手同时做 那么还有个动作呢 是这样绕圈 朝里绕圈两个脚尖 朝外绕圈 做多少呢 每次做20下 停一下 做三个20下 每天做两到三次 为什么我说中老年人 另外的动作不锻炼 这个锻炼 这个动作一定要锻炼 那当然你另外的动作 同时锻炼最好 为什么这个一定要锻炼 因为当我们的脚踝如果说 我是这个是锻炼脚踝 当我们的脚踝有力量以后 你的下肌就很稳定 你走路不会拐脚 我们中老年人 本身就是盖的流色 骨子疏松 如果你一摔脚 一摔脚就是骨头断脸 要么手腕断脸 所以脚如果是稳定 你上下楼梯走路 都是很有劲 一定要试试 坚持 以后 感谢观看